如果觉得自己是企业家的第几代 或者是就是老板的话 那你就看不到真正专业的事情 谈起自己的孤家身份 总是亲亲带过 就是不愿强调 含着金汤池出生在台湾前五大家族的孤晨允 却曾非常讨厌自己姓孤 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在哥哥孤晴允过世后 寿命接下台灵企业 孤晨允靠着英式管理 从300亿元财务黑洞转亏为盈 自嘲其实自己内心住着狂人 不再有富二代影子 孤晨允的亲民从吃更能看得出来 孤晨允对于台里所在周边中山区的美食 辽若执掌 不管是林森北路 中山北路 甚至连农安街 龙江街 都有他的口袋没单 对小吃情有独钟的孤晨允 在其中一间30年海鲜餐厅 一吃就是15年 常带着一家老小三五好友来聚餐 特别爱点有乡下气血粉肝 老板对他的节省性格更是忘不了 币点有宜兰的切个小粉肝 他喜欢吃那个粉肝 那个东西都 然后这个不要 然后东西剩了这个要包回家 酥脆臭豆腐配上一碗大肠面线 隐身在不起眼巷弄中的小吃摊 就是孤晨允的宵夜场 从公司特地跑到台北车站 即使穿上休闲服 老板对他的真实身份早就心照不宣 曾被姐姐孤怀群形容 懂吃到可以写美食版 特爱路边摊的孤晨允 刻意隐藏家族光芒 还曾因为同事向外人介绍 就是孤先生的儿子而翻脸不吃 激调贺气的个性 也让这些已经变成 朋友老板们印象深刻 记得林先生李沛 宣特报导